今天呢给大家介绍的这个店就是青山的天妇罗 他们家的是一家炸炸 但是他们叫炸蔬菜非常的有名 而且非常的好吃 我已经给他写过一篇文章关于他们店是如何如何好吃的 那么今天我们自己来吃 然后给大家介绍一下那些文章里没有说的部分 他们家的赌刀片可以炸成水片的感觉 老板跟我说过要炸很久 要炸很久超高温和麻烦 如果炸一下就炸不出这个感觉 再炸多一点就会糊的那个状态 火候压就比较高 青椒 青山的天妇罗 很轮砸出来的感觉 就是超高温下水下过三年就少 要不然就会变广 没有变广 也是对火候压就比较高 四季豆 四季豆怎么样 超级的 牛肉 火了姜的牛肉 吃一个 很嫩 它的每一个炸的跟它的碟子都有配的 真的是好吃不贵 这个多少钱 几块钱吧 这个行也是几块钱 六块钱 我再吃一个 茄子 香菇香菇 爽滑 爽滑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我说茄子 我们去看一下它的价位 店里人很多啊 我们来看看它的价位啊 因为当时啊 是在店子里 我不好边录边报价 我就把画面定下来 你们可以看一下蔬菜类的大概就是五块 土豆五块 黄瓜五块 茄子六块 花菜六块 然后藕袋也是五六块 还有什么杆子 树鸡 千张 几乎都是豆制品五块钱一份 然后这个价格就非常的亲民 因为青山这个地方嘛 工薪阶层是比较多的 所以它的价格一般都停留在这个地方 不是特别的贵 也就是说他们家吃下地 全部吃下地的感觉应该不会超过 不会超过 这个是鞋子 不要抢 让我先试一下 他们家茄子 出锅的感觉很好 茄子是最吃油的一种 但是它这样炸过之后的感觉 它起来像梅头 茄子超软 他们家的凉面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呢 你第一次吃的时候 你会感觉跟亮亮巴黎 他们那里配的凉面不一样 他们另外的一种凉面的感觉 会给人的感觉是很好吃 很过瘾 味道很符合 有很多种甜辣香怎么样 他们家凉面就是最原始的凉面 而且他们家的凉面 每天就买这么多 卖完了就没有了 我吃了之后 我感觉这个凉面不怎么好吃 但是你吃着吃着 喝一点东西 你会觉得这个凉面 哇塞 真的很棒 那么这个凉面到底怎么样 如果各位小伙伴们有空 可以自己去尝一尝 反正我个人觉得 是一种吃了有回甘的凉面 没有剃果啊 剃果有没有 没有剃果